我今天一打开那个B站就看到好多人爱托我 看到好多人爱托我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品牌 我又忘了 这是他们俩穿过的那个品牌 然后一看发现那个里面卖的东西挺gay的 你们悠着点别把我直播间又逮了 你可以就说链子 因为之前很早之前去年 也有这么一家店 而且当时是他们两个人穿的 穿的好像是老头衫还是什么 反正那家店那家店是品牌方也认领了的 就认领了他俩的穿搭 然后我们去看了那家店 那家店那家店真的也很gay 就是很好笑 你们真的是一提起这些就想到我是吧 我是黄入人心了是不是 我在你们印象当中 已经是已经是这样子的了吗 我不敢撕挺好的 我的笑声里面都带着这样子吗 我的笑声里面都带着这样子吗 那没有这样 我还没有重要到说什么需要我的地步 还有很多位老师都很会舞啊 今天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 是庆祝我爸 已厌了 我爸的笑声不黄吧 我爸的笑声傻里傻气的 会被他打吗 我爸的笑声应该说的可爱 对吧 对吧 我爸笑得很真诚 不笑我笑得特别猥琐 所以我今天我直播 今天的标题都跟着赶了呢 同城必失联 异地必已厌 而且同城的时候 失联的就仿佛我们是那个什么 留守儿童对吧 就是失去了爸妈的踪迹 都要去发那个行人启示了呢 不像金啊 他都不是今天营业了 昨天他抖音还营业了 他昨天还在抖音上面那个跳那个舞 哇 那个舞 那个舞真的原版没有那个 没有他那样子就举举举举举举业的那个动作 我我倾向于是我爸他自己嫁的 前天了前天了 我我日子都过了那个的 我爸我爸那个是自创 他那个舞他那是自创的 这连着营业真的是好快乐 啊说起这个营业 我又想到他的那个商务 那个那个康师傅 大家都有看吧 他那个康师傅的那个微电影 他不是最开始是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预告吗 然后我们都只是因为觉得那个预告里面 画册里面特别像我妈 就特别好戴 然后然后我不是我这天我都发了疯一样 我连发了好几条 我后来去数了一下好像七八条吧 八九条 我差不多戴了有那么多条 这就是我觉得他那个里面画的那些动作呀 神态啊 笑笑的样子啊 然后都特别特特别好戴我妈 其实现在大家都叫这个话 就叫嫂子扮着办话 笑死我了 哦对 说起这个我跟你说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要跟你们讲故事 特别搞笑 就我不是那天我最开始看到预告的时候 我就带了嘛 带了飞起啊 然后后来就是有那个监视归仙那边就说 说就把我 就说我把这个当堂科 然后就破堂 说这个里面有女主的 我就我就心想 那什么谁没看到女主啊 我也看到了 她那个预告片里面就有啊 然后然后我就粉剑发了一条 我就我就说 我就说 怎么的 现在还要来管我们带餐的事情了 我别说人了 我猫狗我都带好吗 然后评论里面有个节目特别搞笑 她说我们连滑鸡筒都带 真的特别好笑 然后然后本来我也就以为这个事情这么结束了 知道吗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广告 她的她的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就那个微电影 五分钟的微电影发出来了嘛 发出来了之后 不是不是 然后然后我就觉得那里面把鼻挺可爱的啊 后来我就收到了一条at 她那个at我也没仔细看是谁哈 她她就说什么说现在能看到这个里面有女主 你能够把你一赢的删掉吗 然后我就直接把我那个发的那个 我说这是代参的那个截图发给她 我说我说我说 啊我忘了我说了啥 反正我就怼她了 我没有转发 我就是评论怼她了 后来我把她怼的怼的山伯了 后来我在看到康师傅 啊康师傅她发了那个换脸的 我真的是绝了 我真的想天哪 这还不能 这还不把我妈的脸给装上去 就有一种老天爷都在告诉我 这个这个这个你可以戴 可以戴 然后我就立马给我妈换脸了 就把我妈的脸换上去了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那个脏脏包 那个真的 我我是不知道 那个康师傅她那边 到底所谓的那个清晰 清晰这脸罩 她是怎么判定的 没有我可以换妈咪的脸 但是她好像是 得要有那种阴影比较深的那种 那种照片 就是我有一张图片 是她那个贴了胡子的 我我直接发那张原图不行 但是我把她那个图片调一下色 她又她就又可以过了 所以根本不是这个 这个人脸的问题 就是她技术不行 对 就是她那个AI换脸系统技术不行 而且她换出来 其实也不自然 不像有的 有的有的换脸 还是换的挺自然的 就是啊 正建造的不行 真的有的时候就不懂她 她好像她好像太白的一个场景 都不行 必须必须得要是那种色调暗一点的 我有一张色调比较暗的 蓝色色调的图都过了 结果本来只是潜在一下的 现在她让我直接换脸了 你知道吗 我看到没有换脸的时候 我的笑的 我的笑的快疯掉了 我真的直接 直接跟我的姐妹 我直接发语音狂笑 她说我笑的好恐怖 这谁能不笑啊 看到这个换脸活动 说真的 我长那么大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广告营销 她竟然是用换脸的 对不起 真的看着想强到这个换脸 就想笑 对不起 就是都在告诉我可以戴呢 她却被换脸的出来了 这个搞的搞的之前 不让我戴的都都显得有点尴尬了 你知道吗 我也我也希望我能够有双签的 对荣耀有念手写信啊 荣耀是念了那个 荣耀的广子是这样的 是那个 我爸念的是那个荣耀给她的一封信 就是 就是那个荣耀七十的那个信 就是今天 今天反正我也空嘛 就跟大家直播一下 我知道 月神秀了双签 还有人截图给我看了 不仅截图给我看了 而且 而且我看到平乐还有提 说让阿福去复印一下 我真是谢谢你们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 我没有双签 说出去说我是纸粉 谁能信呢 爸能不能够给我个牌面 让我坐实这个纸粉的身份 他们都在说我纸粉 我不能白单的这个名头 好吧 爸我在跟你隔空上话 你看我一眼 我不要扫描了 我要他们亲签 直播哭卖能够有 能够有他们给我的双签吗 那我不笑了 我哭好吧 就是看到我被他们 就是抬了那么久的份上 我估计我爸也挺难 连续我 我的 我的那个 B站的私信 我已经很久没看了 然后 我微博的私信 现在已经三百 三千五百条都有了 我真的看不完 然后还有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 叫我微信的都知道 我现在回微信 都是几天一回复 我看到了 所以说 哪怕我爸想要给我寄 双签 基本上都没可能 我看不到消息 两百块肯定是假的 太便宜了 我知道好多人 到现在都还在禁言 他们好像说 是什么排队禁言的 所以每天都能看到 我首页有好友圈被禁言 我的确失格呢 都不来撕连我 你知道吗 之前还老有人问我 天天都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没有被撕连 是你头太铁了 还是你站得不够高 网上的这种 这种什么 所谓工作室的 那种什么带 那种什么双签之类的 都不要去相信啊 除非 除非是你认识的朋友 他自己要去这种活动 那你可以信心 就是他答应 帮你带签名什么的 这种可以信 我都被抬了一个月了 我还站得不够高 我被他们从微博 一直抬到B站 你知道吗 其实在微博抬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有人提了 说我在B站也有号呢 结果没想到 一直过了一个月 才抬到B站来 我的头是真的甜 你知道吗 当时 最开始 最开始出事的时候 我就 我就发在B站 我就发在B站 那个 说 说我妈的那个立场 没有问题 然后 然后我就被 挤火了 他们的那个 有很多人 就 at我的ID 指路 让他们那些 黑子过来喷我 然后来一个 我进一个 来一个 我拉黑一个 我 我就打死 我不删 然后后来 我因为删了一天一夜 我没睡觉删的 然后 然后我就 把那个弹幕区和那个评论区给关了 就现在如果说是下载了我之前做的那些视频的姐妹 都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视频是没有弹幕的 因为我全都关了 哼 我那么努力磕糖 我那么努力 努力的都被他们抬了 他们竟然都没有给我双钱 说实话就是 当时我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 打开B站 看到那个红色的那个 因为萧喜兰那边是红色的嘛 看到他那边有红色的 就会 心底一凉 那种感觉 就 我不怕他们骂我 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们那些骂我妈的话 我就觉得难过 但是我还是就是 硬着头皮笑了 看到一条 删一条 看到一条 就拉黑一条这样子 就是强心脏都是练出来的 对我所有的视频都没有弹幕之前的 哈哈哈哈 哈哈 等我把此为日子 哈哈 咱现在最难熬的时间都 日子都过去了嘛 我们现在就是等啦 我 我是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挺乐观的 然后今天 今天我也又转发了一个视频 也是之前那个 启仲基姐子 他做的一个普法视频 他这一次是说 说了 说了三种诉讼嘛 那个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 还有刑事诉讼 这三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好 我到时候要 要再看一下 他B站有没有发 他B站也有发的话 我B站也转发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的挺到位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解释过很多遍 但是好像大家都还没有等 这是那个 自诉公诉的关系 我跟大家解释过很多遍 我妈的这个情况 不存在自转公的情况 她是从一开始 就是公诉 但是 还还是有很多姐妹 不懂不明白 那个 那个说 说那个诽谤啊 应该是要自诉的啊 怎么 她的这个是公诉啊 什么的 我说到他们抬我的点 我觉得最冤的一点是什么 他们说 我是在传播没有立案的消息 我都要笑死了 真的是 我看到别的我都没什么 看到 看到说我了 说我传过我妈没有立案的消息 这个我真的是笑死了 真的是 真正眼睛说笑话 这普法还得要专业的来 所以我说 其实 其实我都 不怎么会去听那种 所谓的人卖消息吗 我之前 我之前不是也有解释过吗 因为很多人很多人他去问 他是 他是去问那种 比如说说说是跟什么律师关系好啊 去问的律师 但是律师他涉及到的只有自诉这一块的 我妈的那个案子不一样 我妈的案子从一开始就是公诉的 所以说你去问律师根本没有用啊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 这 当事人也不会透露案情啊 然后 然后 查案的警察 他更不可能啊 对 说我 说我是指本引导课堂也就算了 我他妈就爱课堂 怎么滴啦 他就是 真正眼睛说笑话 说我说我妈没力爱的这个 真的很搞笑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做直播 通常我想到哪里 然后我就说到哪里 所以说就导致比较混乱 大家可能就听不懂我讲的意思 所以哪怕我解释过那么多遍 大家可能都还记不住吧 我想看我还想要说什么来着的 这耍我做CP费 我就要课堂怎么了 课堂让我开心啊 天地良心 其实我是个很正经的人啊 应该说我正经起来是很正经的 我不正经起来 我不正经起来 我不是 就是 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我现在回家了 我因为我说话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想笑 我做直播很随便的 我想开就开了 所以每次都是弹幕聊到什么 然后我说到什么的 就是当他们两个人的面 我眼看 对啊 说起当他们两个人的面 最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姐妹跟我私信 说她非常焦虑 她在焦虑什么 她是在焦虑 就是之后 我妈回来之后的路 比如说她会不会就不要CP粉之类的 这样子的情况 我当时就说这事情还没发生 你那么急干嘛 而且再说了她之后要走的路 那就涉及到到底是走纯演员的路 还是说是流量并行 就是像以前一样了 那这个样子的情况 那就如果说是她不要 完全不要这个流量 那就根本就无论是CP粉还是维粉了 这种情况 她都可能那个pass掉了 就是我就劝她 我说事情还没发生 就不要去想那么多 对吧 现在怎么开心怎么来啊 再说了 哪怕她就是 她就是 就是不让我们明面上磕了吧 但是她能够阻止得了我磕吗 就是没有必要太过于PVA自己 她可能就是不知道听哪里说了 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想 说实话 我是个特别叛逆的人 你越不让我干 我越要干 而且我做CP粉 又不影响我看她的剧啊 也不影响她会拍戏啊 也不影响她接其他戏 对吧 其实最主要的是 演员最主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演技 去打破自己之前创造出来的神话角色 然后就是相当于创建一个更高 更高程度的一个角色 这样这样子是算成功吧 就是要当演员 我之前微博上也展发过一个 演员就是要不断打破自己塑造成功的角色 然后塑造新的传奇 对他们两个人都有点自信嘛 对吧 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可以的 你看我妈 她不还是照腰 对你说的那个军业也是 军业也是 柯CB也不妨碍他们两个人 结婚是真 但是我们 我爸爸不一样 我爸爸是真 就是柯军业也不妨碍他们 有好的作品出现了 对吧 我爸爸不会分手的 我跟你说 CB粉其实是刻在骨子里面的 就是 最近跟我一个姐妹聊起 那个她做梦 梦到 她梦到了我爸 只梦到了我爸 她梦里面都在想 咦我爸不用陪老婆吗 就是很搞笑 就在做梦 都有NPC的自觉 好吗 然后像我 我做梦梦到过 爸妈两个人 我梦到的是 我爸妈他们两个人 一起上综艺 当时我脑子里面想的不是 哇我直面双人了 我好快乐 我当时想的是 咦我妈的案子已经好了吗 我最想我妈已经结案了吗 她已经赢了吗 真的太搞笑了 就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事情 说起那个 我同事看那个剧 他现在也是被放回去了 然后他现在是 追剧时间少了 因为他被放回去的时候 他就去打麻将了 而且我跟他是两个正常的 就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再做reaction了 你们不用再等了 我让他给我写那个 观后感 等他 等他 看完了之后 我让他写观后感 给我 我真希望我的梦可以成真 其实我爸拉他们俩才是正经疯子好吗 就我 我是怎么疯的 我是被带疯的 我都没跟他俩说上话 我就在旁边看他俩 怎么还有看到他俩差点渡海了 然后醒来的 哈哈哈哈 就要亏大发了 咳咳咳 啊 说起这个妈妈都疯了 说真的 我我我立马就下单买了五箱 康师傅 哈哈哈哈 我一定要拿到 嫂子满花 希望大家都可以梦到 把比马鸣 哦 我这边 我这边会录屏的 放心吧 不是五十箱啦 是五箱 五十箱 你想担死我 当然五箱也够那个了 我都在想到说 我怎么搬回家 开播 开播有二十分钟了吧 好的好的 祝你今晚就梦到 我想想看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最近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五十箱啦 我都在想五箱 我要怎么办 会送货上门吗 我怕到时候 我家里面没人 哎 抽这样也可以 到时候我看一下吧 其实我自己一直懒得弄抽奖 是因为我懒得发东西 你知道吧 就我觉得发快递 好麻烦 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地白蛋 呼呼呼八百半 我不知道 什么什么梗吗 我说五箱 哎呀 我说的是五箱啊 大家应该知道 他们那个直播间的活动吧 就是那个康师傅直播这样活动 就是可以拿到那个扫子漫画 叫一辆马车去载 我之前买的那个已经喝光了 因为我很喜欢喝饮料 其实我我是本身就挺喜欢喝这个 这个康师傅的饮品的 十三箱小龙虾 怎么又有十三箱小龙虾的事 看在那个漫画本 让我那么开心能带的份上 又看在他们又出了一个换脸的那个 换脸的那个 你要我发一个漂亮妈咪的那个 微电影是吗 我我有看到有姐子给我投稿了的 他有一个做的挺好看的 我看一下 我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发吧 就他们他们那个换脸活动 还有还有他那个康师傅的那个漫画书 让我看看着开心 我这个甜花的乐意 我是我是比较喜欢那个蜜茶 我喜欢喝甜的 对后来就胖了 别说了 真的是 说起这个身材 哎 我想看还有什么事情哦 茉莫莫莉又茶其实还好 不过我最爱的是那个茉莉蜜茶 他那个那个饮料 热量不太高 但也架不住我一天喝好几瓶呀 对睡前睡前吃东西的话 肯定要刷牙呀 真的还好没有代言奶茶 我谢谢他们 他们什么时候再代言一点 嗯 眼霜啊 面膜啊 之类的 你希望把比较烟奶茶 可以供应给我妈是吗 CT 是什么 是 是 这次又是彩妆啊 还是什么 清茶因为太淡了 看个人口味吧 每个人有不同的口味啊 就像有的人也会觉得 无糖饮料好喝啊 但我就喜欢喝有糖的呀 哦 是彩妆是吧 开了有半小时了 反正就代言 大家用得上的嘛 说真的 今天今天我爸的那个 那个微博他发出来的时候 当时我就收到了那个 弹窗嘛 他那个说什么前舞一下 我就在想 应该是视频吧 然后我点进去 既然不是视频了 他到底舞了个啥 他那个 他那个图片那个是 是参加什么活动前拍的吗 还是什么 真的我什么 我什么人脉都没有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他到底学了个什么舞 还是咋的 五本草纲目 笑死 之前之前还有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去塞亚干嘛了 反正就是大家感觉好像消息都很灵通 就我一个人非常 就是睁眼瞎 他是在隔离吧 应该是 他不是说他不是朝阳区过去的吗 应该看当地政策 算了 他 他那个 但是他那个 他做了个造型 他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在家里面舞吧 他这个会不会是什么纯图啊之类的啦 就纯图的话很有可能就之前拍的呀 我爸他不是经常 经常喜欢 啊对 我也猜应该是中意 他他不是之前就挺喜欢 挺喜欢那个什么的吗 就是就是就是 囤图拍 哎 其实我也在想他是不是 会不会会不会就是有有那种 啊 青岛拍戏期间拍的是吧 啊 之前之前还有说什么他要去参加什么街舞 街舞节目 感觉他的那个头发抓了一下 路级条吗 别让我办唱街舞了吧 到时候到时候又要上一个热缩 攻击幸福四只珍贵画面 哦 原来我怪不得他们在发那个不想匿名的风 我 我有看到我首页上有在发 但是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情 那让我妈叫他跳舞吧 我妈我妈她不是本来本来也就说了吗 她想要去街舞街舞四是吧 当导师 然后我爸当时不就说了那我来做你的学员吗 所以说让我妈教教教教教我爸跳舞 这个是这个是很很正常的事情呢 没有了当时当时我爸妈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不也只是口嗨吗 但是但是但是我觉得我妈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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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可能他们不让我说跳舞吧 我已经习惯了知道吗 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直播间被改了 真的 我就说我跳舞啊 就是很正常 真的是跳舞啊 我没有这样舞好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举光 我就说我爸教我妈教我爸跳舞这有什么 这是他们两个人采访的时候自己说的 我妈说他想要去当街舞的导师 我爸说那我来当你的学员 这个不能说吗 现在可以听到吗 现在能听到吧 没声音 能听到吗 能听到的告诉我一下 可以吧 我就说 能听到就好 能听到就好 没事我真的已经习惯了 他不带我 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我真的是说的非常纯洁的跳舞 请不要误会 我谢谢他们给了我这个牌面 JW两个字吗 那是什么 可能是我这个直播间他逮过一次有点问题吧 啊 鸡尾虾也不至于吧 对吧 我们说个鸡尾虾也不至于那个什么 街舞也不可能吧 街舞又没什么 算了 我们就不要用自己的命来测他们的敏感词了 听不到 听不到的话呢 就等我 等我录屏吧 我到时候把前面的剪一剪 多试一试 然后多被打一几次 就是鸡尾虾那么好吃 我们就不能够吃个鸡尾虾吗 我还想看我爸妈一起吃鸡尾虾呢 对不对 就跟上次我还说了一个什么 那要不我直播间我重新再开一次啊 很多人听不到吗 那怎么会有有有好几个姐妹说没有声音 他们说重新进了也不行 换画质 我瞅瞅 算了算了 听不到听不到姐子不要强求了 我录屏吧 我反正在稍微再播一会儿我也就下播了 怪不得 我看到你们说换画质 我还在看 我还在我这边看 我这边能有什么换画质的途径吗 好像没有 再播一个小时没可能 再播半小时吧 刚才刚才抽中他们点 然后把我给逮了 没有关系了 其实我前面我想讲的基本也就讲到了 就讲了一下最近的一些让我发疯的事情 然后还有还有就是那个我妈的案子的问题 还有什么 差不多就这两个吧 我想想看我妈的那个案子的问题 我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呢 我刚才前面讲到一半 我刚才前面讲到一半 后来后来给忘了 就是之前我也有解释过很多遍 就是有姐子去打探消息 都是找的那个律所的嘛 那种律师事务所的 他这种肯定都是找的是自诉案件 我是不是讲过了 我妈的公诉的这个 这个就是不太一样 打探不到的 还有就是 还有很多姐子 就是还不明白 认为认为诽谤案只有自诉才可以 但我妈的这个不太一样 我妈她是直接公诉 她是公安机关立案的 她这个就是公诉了 所以就是不存在自诉转公诉的 这个转的这个情况 因为自诉转公诉 她其实是要法院受理之后 然后再移交到公安 这个叫自诉转公诉 讲了是吧 哎 这个我真的我得要反复讲 因为有好多姐妹 一直一直不太明白 就是我们 无论是任何人 任何自称是人脉的人 都不可能拿到消息说是 说是立案 因为不会告诉你 你只有 你只有等到后来才会有 他这个 但是我们综合所有的分析出来 是认为是立案了 就是分析出来 很大概率是立案了的 因为我说一点 其实如果说 他现在形势这一块 没有立案的话 我们很大概率是可以看到 有公司起诉他本人的 这么这样子的文书 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看到 所以说 所以说就靠自己分析嘛 他这个 他这个我 我个人认为立案的概率是很大的 所以说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那个 悲观啊 或者说是怎么样 太过着急啊 我说实话 我对于他这个时间 我是完全没有期待的 我对他的结果是有期待的 因为说到底 嗯 维法三之外并不是我妈呀 对吧 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都盼着呢 就希望 希望能够快一点 对吧 大家都很急 我也很急的 其实 但是 但是 这个东西急不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 做别的事情 对啊 就是你 你如果说是 大当起鼓的宣布立案啊 什么的 也会惊动到那些 在背后动过手脚的人 对吧 请相信 请相信我国的公典法 也要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其实 其实 其实我们就是 要相信 正义的力量吧 我现在 说话都有点老理味了 我也是觉得啊 只要 只要是 顺利 无论多久都行 我都等得起 你说话 小心翼翼 生怕再被逮呢 哈哈 我说实话 就是 能不能回来啊 这个 这个其实 就是之后 就是看我妈的意愿了 只要这个案子 结案了之后 之后我妈 她想要怎么做 就是她自己的意愿了 只要 只要她这个案子 那个什么 就是 诽谤案赢了 她这个肯定 想回来就能回来 因为她本身 就是被冤枉了呀 这脑里 杂号 跟我妈 这个事情 有没有关系 就是不要把互联网 看得太重要吧 不要把一个杂号 就看得像那个什么 天塌地线了一样 她们 她们说到底还有现实的工作呢 又不仅仅是在一个网络 对吧 我知道我都 我现在都不去看那个坚持跪械那边 有些什么动作了 就是他们那边 他们那边出个什么东西啊 那种什么 发了发了一个那个 Instagram又搞了些什么啊 哦 我真的有的时候 一觉睡醒就看到这种推送 我就直接滑掉了 我就我都不打开了 懒得看了都 就是没必要去看啊 我明知道看那些东西 就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然后然后给你搞搞出一些啊 各种让你招心的东西 对吧 我连他们都那种那种 就是所谓的那种旧物料 我有的时候我都懒得去看 他那里面有很多都是老那种旧物料啊 然后还有一些偷拍照啊 都完全不尊重我妈的意愿 我还看了干嘛 就是我还不如 我还不如看别的 我还不如去看人家写的文呢 就是我 我完全不认为 现在是可以放松警惕的状态 因为因为现在现在就看我发视频好了 什么都不能录 名字也不能录 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妈的单人名字 双人名字都不能录 真的 连个双人名字他都他都算我 我就给我打回来 所以说我们在获得最后的胜利之前 根本就没可能说是去看着他的这种 他那个那个什么谁流流出来的那些东西就好了 对吧 怎么可能 没有 没有说是有开庭啊 刚才被录也不知道是踩了哪个雷 我现在反正 我现在反正看那些 对啊 就影视区那些 哼 我都不想说他们 刚才差点想一句话骂出口 我给咽下去了 就影视区的那些人 然后他们哪一个撤掉了对我妈的诽谤呢 没有啊 还是那句话只能等啊 我们做不了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们乱动作只会给他们添乱 直播间没有吵吧 有吵吗 没吧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为什么说清白最重要 其实他清白里面最重要的案子 就是他那个刑事诽谤案 别的都不重要 就这个案子最重要 我们只需要关注 关注点是这个就行了 只要等这个出来了 就一切相当于是一锤定音 哎呀我跟你讲啊 什么什么说每个月会有好消息的 这个我现在也都 也都就是当耳边风轻了 因为之前就是 三月份的时候说四月份有好消息 四月份的时候说五月份有好消息 五月份的时候会又说六月份有好消息 我现在真的就是 我对时间真的一点都不期待了 我只期待最后结果 完全就是已经已经一个什么状态 那个叫什么来的 对啊 所以我最讨厌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我最讨厌的一个说法说什么 有人说啊 我现在我现在就是有有茶喝 然后有歌听 有他的视频可以看 我过得好幸福啊 我倒是正在想 确定吗 你的幸福是什么 就是各种各种各种无法过神的名字 各种无法过神的图片视频 在让你幸福吗 看了 反正我看了这段话的时候 我当时整个就是面无表情想骂人的状态 对对对 就是心里有希望时间不难挨 啊 这个点子好会说话 这是这个意思 感觉他们就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自欺欺人 现在就相当于最终是我的一个盼头 哎呀 真的我现在去翻我几个月前发的一些东西啊 我就莫名其妙发现他全都给我逮了 就是就是我微博上也是啊 都给我逮了 其实其实我的幸福我还想要看到害他的人遭报应 就我不是个善良的人 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心中有恶 但是但是因为妈咪 哎我妈咪她想要我做个好人 那我就我现在也就是属于温柔待人啊 因为我是天仙暴啊 我要压抑我自己 但是我一定要看到他们遭报应 这个原因是没有人 被认 她的 семь 哦 哦 哦 � 别 potassium 嗯 呃 那我肯定不会原谅他们 再说原谅他们 谁来赔偿损失呢 他名誉上的 他经济上的这种损失 一会儿一会儿就下锅了 我一会儿还要去洗澡 明天还要上班 对啊 就是其实善良 善良是要有那种铠甲的 我们不宣扬任何仇恨 我们就是觉得司法公正肯定是要给被害人一个一个那个什么答案的 对吧 对啊 就是就是我们不主动去害人啊 但是你要是来害我 你还想让我站在原地 你答的不可能 对吧 他 嗯 他那种影 其实烂于这种影视这一块 他很多烂据了 但这个已经是常态了 这已经是寒冬都是那个了 这已经是寒冬都是那个了 传播爱啊 然后传递爱啊 这种 其实有有一个也是我的想法吧 我就是觉得我现在想到也就是在修善缘 希望希望我妈他将来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我的这些善 他会不会就是将来也会好走一点啊 怎么样的 嗯 就是就是希望把这些善意能够回馈他回馈到他身上嘛 哎 会有回放 放心吧 相信妈妈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 啊就谈到这个话题忍不住会叹气 哎呀 我肯定不会对蜡鱼传播爱 真是神性蜡鱼传播爱 蜡鱼都那个什么东西 不就 我就是对其他的事情传播一下爱吧 啊对 也是521我最重担敞传播爱爱你们哦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不叹气不叹气不叹气 我改掉我这个坏习惯 人家不也说了吗 这是那叫什么 哎 我也我也忘了那那句谚语了 算了 哈哈哈 不要兄弟爱你 你可以要姐妹爱你 我们都是你的姐妹 我看到了今天有姐子说那个潜学跳舞还有潜炫一下 是不是说说我爸最近和我妈的口头禅就是这个潜什么什么一下 啊我说实话 就是一个人 你可以判断他最近是不是 就是就是那个什么 有点问题 也可以从他的一些口头禅还有又的表情上面来看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 有看到过一个就是 呃 我想想看那个真实案例啊 是真的 那个老婆怎么发现自己老公有问题的呢 就是 就是发现他老公突然之间开始用一些表情包了 但是就想我爸他这个口头禅 他肯定是和谁是谁 经常用他就是这么那个了 对吧 我这样 我爸妈他们肯定私底下就是就是会说说些什么 啊 浅尝一下浅磕一口什么的 哈哈 不能说浅入一下 这个浅不了好吗 哈哈 啊 不要逼我再笑是计较 哦 谢谢你们 他他是会模仿那种重复看到的一些就是因为因为和和人聊天嘛 如果说你和一个人平凡的聊天你会平凡的看到他说的一些口头禅还有用的一些表情包之类的 然后就会就会就会改变你的这些习惯 浅磕一下 当然磕了 就要磕 就要磕 对 深入了解你说的对 浅尝一口是指把我们的糖浅尝一口啊 深入了解是 是查他的学历 不行 我踩刹车快点踩刹车 好 不然的话到时候又要那个了 哎 说起这个说起开车这个事情啊 我上一个直播里面我不是说了吗 就是说了那个 呃 我妈当时我妈当时在我爸办了一交的时候 然后我妈说昨天我也没做什么怎么今天你就这样了 啊 说起这个我那天真的是我漏了一个点 就是呃 之前有个姐妹啊 就可能他也是听了我这个直播还是什么 啊不对 他是给我比较早的一个留言了 他是给我这么留言了 他跟我说 就是他发现 呃 他的朋友之间开车的话 通常 带入的语境都是自己和女朋友怎么怎么样 自己和男朋友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想了一下也是 我之前学生时期的那些同学 他们吹嘘自己 昨天晚上和和谁谁谁怎么样 昨天晚上和谁谁谁怎么样 他的语境都是和他的对象 那我妈他的那个语境 他就是直接把我爸和他自己带到了一块去啊 他他的语境里面就是我爸和他是一对啊 就没有这样子啊 就是普通 你不是一对的话 你不会有这样子的语境啊 就你们好好想想看 你们之前 你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是不是这样子 就你会不会就是遇到这种喜欢吹嘘自己跟女朋友怎么怎么样的这种 他都会说我昨天晚上和谁谁谁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吹嘘自己和男朋友 会会说我和我男朋友在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啊 但是我妈她是直接对了我爸 说昨天晚上我也没有对你怎么怎么样啊 你怎么今天就这样了 妈 这个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就是他了 是吗 那我之前是以先入为主 认为他们两个人是一对 所以没有觉得我妈的这个话里面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就是 你把他们两个人当成普通同事 看你会不会觉得我妈她这个话 这就是有点啊 这是职场那个什么了 又卡了 我这个是不是又要被宰了呀 好像有点害怕 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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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车好得很好得很 啥啥啥啥 变得磨叉了 我妈认识正大光明的了 你 你 够了 不行了 再这样子下去 这个车 这个车又要飙起来了 看你们这说的 那些我妈还自以为是的时候 这是我们有的时候 科长的颜耻 开上八面山 好差不多了 十点半了是吧 我打算洗洗睡了 明天明天 虽然是礼拜天 但是冤肿如我 我明天还要上班 我真不想上班 我又想请假了 哈哈 我一天到晚想请假 可能骂直男 可能是因为我骂直男的原因 好的 那我去吃了 大家晚安 我一会儿缠视频 把视频剪一剪 缠上来 拜拜 我也不想上班 我也不想上班 中文字幕——YK